那杰哥先跟我们英国的粉丝打个招呼吧 Hello 英国的歌迷朋友你们好 我是张杰 终于来到英国来开我的个人演唱会了 非常欢迎杰哥这次到伦敦来看演唱会 那10月1号刚结束米兰的那场演唱会 作为欧洲巡演的第一场 你觉得米兰有什么特别的吗 米兰的特别是 我觉得我很喜欢那边的文化 然后我自己也去了 很多的一些广场啊 然后小巷啊 还有一些特别有 文化底蕴的地方 那我觉得这次去演唱会上面 有很多很多很厉害的人物 都在现场为我捧场了 这个有我们的老天王Albano 还有我们的市长也在那里 所以包括还有安全委员会的国会议员啊 所以就还我觉得很很荣幸 能够有这么多的 无论是政要也好还是天王也好 来捧我的场而且跟他们有很多的交流 也希望自己能够之前能够 因为这次开了演唱会 多多去到意大利 他们也很欢迎 所以这次能够来到英国 我也希望能够 跟英国的这边的朋友啊 多接触一下 让他们听到我的歌 刚才你也说了 在米兰那场有这个天王助阵 然后也有一些互动 然后现场的效果也是特别好 那今天晚上会有一些神秘的嘉宾吗 今天晚上呢 因为今天很特别 今天晚上刚好是国内的中秋佳节 然后应该这段时间也是国庆节 所以我觉得双节 对我来讲 我要想一些特别的歌曲 要带给这边 所以除了我会唱一些 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歌之外呢 可能英国的这边的朋友 通过一些音乐的节目也好 看到我喜欢我的一些歌 比如说我是歌手上面的歌 也会去为大家特别的挑选来唱 第二个呢 就是说也会将 也会有一首 我觉得特别适合 在中秋佳节唱的一个歌 唱了应该都会想到自己的家乡啊 这样的歌曲 所以其实 也有很多一些设计 我希望就是 把特别的带给英国的歌迷朋友 也是非常期待 那今天是中秋节 杰克想家吗 想家当然想家啦 因为好像今天 我跟我家人打电话 他们也可能 我可能是时差的原因 估计现在这个点 是不是都已经睡了 所以 但是给他们发了微信 所以送上祝福 他们也每一站都会给我 希望 比如说米兰站 那个火爆 英国站 也跟我说 希望那个火爆 那这两天 有在伦敦的 哪些地方逛一逛吗 伦敦这两天 我去了伦敦也 然后也去到 那个叫哪里 我们的海军学院吧 海军学院 海军大学 皇家海军大学 应该是这样的 然后我还去到 这个天文台 那边去看一看 所以也去了蛮多地方的 就是也拍了一些 自己制作的小视频 放在自己的Instagram上面 OK 我可以去围观一下Instagram吗 可以可以 让我Instagram的名字不好找 因为我名字不叫Jason 叫Just4star Just4star 是接下来 你打算什么时候 出新专辑呢 接下来 因为今年都是忙巡演 那我还是同时间 也是在准备新专辑 希望 我觉得明年 还是应该要出了 因为也有 有几年没有出新专辑了 歌迷朋友也等得很急 然后我也是希望 能够通过这次的巡演 接触到世界各地 不同的文化 和音乐人 跟他们有更多的交流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明年的专辑 应该会非常厉害的 非常期待 那您说到这次巡演 去了很多地方 之前美洲 然后澳洲 然后现在是来到了欧洲 然后你觉得 哪一些地方的氛围 会给你最大的 就是很不同的 不一样的感受呢 我觉得 哪一场 哪一场呀 当然我在 在去到 美国做的 美国那场在 杜比剧院 是奥斯卡颁奖地点 去做的 那场演唱会 应该也是 这个 华人少有的一场 然后 我 包括在之后 纽约的林肯中心 还有去到了 加拿大的 那个叫 伊丽莎白女王的 剧院去做的 所以每个地方 都会有一些 不同的感觉 然后特别 之后回到在意大利 做 应该也是 作为华人内地歌手的 第一位在那里开场 所以我觉得很自豪 然后也 一直在实现自己 有华人的地方 就有 我的音乐的这个目标 所以这次来到英国呢 也是想吸引更多的 英国的歌迷朋友 那这一次 中秋节的这个时节 然后杰哥来到伦敦 和英国的粉丝们一起 然后也是英国粉丝的 一个大福利 让我们远在他乡 也可以过一个 好好过一个中秋节 那不知道杰哥 可不可以跟我们 这个英中时报的读者 然后跟这个英国的信心们 然后献上 这个中秋节的祝福呢 希望英中时报的 歌迷朋友 还有读者朋友们 现在是中秋 也要祝大家中秋快乐 也希望呢 我能够有 更多的机会 来到英国 给大家 开我的演唱会 希望大家通过 各种的方式 去支持听我的歌曲 我一定会有 更多好的作品 陪着大家 一路 陪着 陪伴你们长大 然后也希望 我的歌呢 你们能够喜欢 我的歌有很多 很励志的歌曲 所以我一直在进步 我们一起成长 好的 非常谢谢姐哥 今天来接受 我们英中时报的采访 谢谢 东磊 第一个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